Hello,大家好,我是小莉 刚刚接到我一个堂妹 是跟我一个姓的 这是伯伯的小孩 跟我打电话,她向我借钱 平时说实话,我们都没有怎么联络 就各有各的家庭嘛 各有各的生活啊,工作什么的 一开口就要五万 其实有时候帮忙是该帮就要帮 我为什么没有答应她呢 我后来就想说 给她五千块 还不还就算了 就算是人之一尽了 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吧 平时超级喜欢打麻将 打麻将就是几乎占据了她 除了睡觉占据她 大部分的时间 然后非常喜欢去吃喝玩乐 我们吃喝玩乐是因为 我们在工作之余 休假然后出去玩 而且很夸张哦 购物狂买鞋子逛街 一买可以买到四五双喜欢的鞋子 我陪她一起逛 她可以达到这样子 买衣服可以买扛回去 我知道现在这样的女生很多 但是会理财的也是很多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自己的日子自己过 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就像有一个小孩子 他他就跟我讲 他说他过生日 过生日他同学送了他一件名牌的衣服 他觉得 当时他就觉得我都 他觉得他自己没有买过这么贵的衣服 我就说你也可以买这么贵的衣服啊 你看你要存衣服开始 还是要存钱 是看你自己决定的 每个人的价值观也不一样 没有必要去羡慕别人 每天穿名牌 你也没有必要去羡慕他 都是买高档的 什么化妆品啊什么的 没有必要 自己赚钱自己花嘛 自己的理财啊什么的 都是自己决定 我这个朋友 我就我就只能做到这些了 因为他平时的消费观念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比方说赚五千 一个月拿一个一千五一千来花 说不定我还花不到那么多了 我都是有计划的 我的钱我会拿去理财啊存啊 要考虑到自己的父母 要考虑自己的养老保险 什么都会考虑 不是说我今朝有酒今朝醉 今日不管明日过 我不是这样的人 你平时是一个非常会理财 你遇到困难了 我的朋友借钱 值得借的 我二话不说 我打过去 主动借 这种朋友我都有 因为我相信他的人品 也相信他是真的遇到困难了 而我这个堂妹 她的消费观念 跟我完全不一样 你要帮她 永远都帮不了 她是一个无底洞 她还找我另外一个姐姐借钱 她 她就是那个 提前消费嘛 提前消费要还了 还不起了 以前是这张卡 不那张卡 那张卡 不这张卡 现在没办法补了 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你是一个成年 你就要以这个能力去面对这些问题 你当初消费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你脑袋在想什么 对不对 每个人赚钱都不容易 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 怎么讲呢 未来的路很长 多考虑自己的父母吧 他们一年年的老去 真正他们需要住院 花费的时候 我们逃不出来钱 我们怎么尽孝 我试问 对不对 小孩子要读书 交不出钱 补课班 一堆费用你交不出钱 试问 你要像谁要 哎呀 好了不说了 明白人都懂得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朋友们拜拜 拜拜